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桩旧事让侦察员突生一问 难道事情如此巧合 边境附近的村子 骑摩托车的青年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这种去骑摩托车去卖 名利三百万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三百五十万 他们得了三百五十万的现金 各位好 这里是近日说法 今天我们演播是请来的嘉宾 是北京联合大学的邵雁明副教授 邵老师您好 您看刚才警方提供的视频 看上去是一大堆的人民币 真不少 看起来面值有三百多万 但是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这钱好像有点问题 我看着好像不是真钱 不像真的 您眼里不错 这些钱不仅不是真钱 甚至连假币都不是 这些都是明币 就是祭奠已雇亲人的时候 用的那种明币 那么警方为什么要收缴 这么多明币呢 这些明币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016年7月的一天 云南省景洪市公安边防大队的 机毒民警 正在辖区内进行化妆侦查 了解近期当地吸毒人员的情况 走访中有人提到了一个消息 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在走访过程中 就有情况反映 说近期在蒙龙镇这个地方 有人在联系购买毒品 就从井外 尽管是一个不经意间得到的线索 但是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知道 不起眼的线索背后 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案件 他们决定 先对有嫌疑的贩毒人员 进行一下摸牌 得到反馈后 再来判断这个消息的可靠性 根据经验 不少贩毒人员本身也是吸毒者 侦查员决定 先从有吸毒前科的人员中 查找线索 把这些吸毒人员 全部都筛了一遍 然后通过走访的时候 了解到阿悟这个人 阿悟35岁 警红当地人 没有工作 有吸毒前科 警方调查发现 没有经济来源的阿悟 最近经常跟一伙 闲散人员喝酒吃饭 发现他那段时间 经常跟另外一个寨子的 几个小伙子经常聚在一起 这几个人经常在一起 大吃大喝的 出手也蛮扩绰的 进一步调查后 警方发现 跟阿悟经常聚会的 一共有八个年轻人 而他们无一例外的 都有吸毒史 全部都是涉毒人员 然后年龄也都差不多 最大的一个也就是 35岁 最小有20岁 而且侦查员注意到 这伙人在一起聚会时的状态 也跟正常朋友之间的聚会 不太一样 反正每次去哪里吃饭 都要到处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跟踪啊 或者这种情况 反正是从那个迹象表明 他们是很警觉的 正常的聚会 为什么要如此谨慎小心 偷偷摸摸的呢 警方觉得 这伙人很可能是在策划一些 不可告人的事情 而且在一次跟踪的过程中 侦查员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奇怪的情况 他们当时去了两个人去农贸市场 买那个名币 因为他买那个数量很大 买了差不多两大便之弹 我们当时觉得奇怪 他买这么多名币干嘛呢 但是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警方随后找到了那个卖名币的摊主 询问他那两个买走名币的年轻人 是否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举动 摊主回忆说 那两个年轻人确实有些奇怪 他们只要一百元面值的名币 整个过程中有说有笑 一点不像家里有人去世的样子 而且一次性买那么多名币的人 摊主也从来没见过 难道这几个人当中有谁的亲人过世了 他们需要大量名币祭奠吗 可是随后的调查结果让警方更奇怪了 当时那个季节也不是什么重大的祭祀节日 他们几个人的家里面 也没有这种是亲人去世的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他们这回人的行为是非常反常的 警方目前只发现 几个有过吸毒前科的年轻人 好像在预谋什么事情 随后这些人购买了大量名币 似乎也没有把名币用在该用的地方 那么仅仅凭这些可疑之处 警方还能继续调查吗 这些情况是不是真的纯属巧合呢 西双版纳带族自治州 位于云南省的最南端 这里与缅甸老窝山水相连 临近泰国和越南 边境现场地理位置特殊 因为咱们西双版纳 边境现场特别长 边境现场长达9663公里 而且天然屏障 特别是在原边的村座 现在通村通公路修通以后 在方便他们生产生活的同时 以给走私发毒 带来一些非常便利的通道的形式 正因为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这里的禁毒形式一直很严峻 因此 基毒民警知道 他们的工作就是不能给毒品交易 任何可乘之机 警方将前一阶段侦查的情况 进行了汇总分析 首先判断 这伙人应该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很可能是要进行毒品买卖 但是他们购买大量明币的行为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就在大家讨论案件的时候 忽然有人提到了一件事 其中就想起来 13年的时候 在蒙隆这个地方 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 当时是有家属报警 说他们家人被境外人员扣除了 所以要索要赎金 当时受绑架 那件事 当时景洪边防大队的民警 曾经听说过 当中好像涉及到毒品交易 而其中那个参与 并且被扣留的人 好像也叫阿物 一个叫阿物的 他曾经13年的时候 用民币去缅甸 骗购毒品 就被缅甸给扣留下来 最后公安是启动了 这个是国际警务合作 最后是把人士给带回来了 那个案子里的阿物 和这次警方调查的阿物 难道是重名吗 侦察员立即看到 当时参与国际警务合作的 当地派出所 了解详细情况 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警方正在调查的阿物 居然真的就是 2013年那个去缅甸 用冥币骗毒品未遂的阿物 当时他被解救回来后 因为证据不足 并没有被立案调查 当时只是怀疑他涉毒 但是没有是这个是 充分的证据 而且他整个犯罪行为 也是没有是进行中断了 但是当时当地派出的 就已经是把他是列为 这个涉毒的这个 需要关注的这种人员了 这个情况让 缉毒民警眼前一亮 他们立即想到了一个可能 同样一伙人 他们购买大量的冥币 是不是 顾忌重施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了 他们会不会这次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方法到境外去骗购这个毒品 可是 真的使用冥币 与境外的毒贩子进行交易 这样做的风险太大 一旦被发现 必然遭到毒贩子的强烈报复 这伙人真的会这么干吗 不过 这伙人的嫌疑进一步上升了 警方也加紧了对他们的侦查 很快就发现 他们近期经常到团伙中 一个叫挨夯的人家里 吃饭喝酒 在接下来的侦查中 警方发现 这伙人聚集在一起的情况 越来越频繁 有时候晚上到十夜点 早的时候有时候七八点就在一起了 就要约在一起了 起初的一段日子 他们聚在一起后 基本一天不再出门 后来他们中的几个人 开始频繁地进出村子 到山上活动一阵子 随即返回 这也让警方意识到了 另一个情况 那就是这个村子的特殊位置 因为西双版纳的地理位置 与多国相邻 因此我国设置了多个出入境边界站 相邻两国的公民通过办理合法手续 可以自由出入境 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 或者探亲访友 在边境地区的一些小路 还是有明显的借杯和警示牌 禁止个人私自翻阅国境 否则要追究法律责任 而这个村子的位置更是特殊 从这里上山后 沿几条小路 就可以进入缅甸境内 那么这伙人经常在这里聚集 又频繁上山 这其中是不是有着别的目的呢 这种小路一般是 不会有外地人过 因为它大型的机动车也过不了 最多只能是有 就是当地村民 七个摩托车这样过 但是因为是离境外非常近 很方便 我们就怀疑他可能 会不会就利用这条路 然后进行运输 警方化妆后 在这个村子附近开始蹲守 经过十几天的侦查 发现这伙人 有时会骑摩托车 从小路驶向边境的方向 我们就想 是不是他们最近要行动了 嫌疑车驶向边境线 他们是否开始行动 我不方便跟你来 你注意观察 你注意观察 警方收网成功 人赞俱获 现场却令人不解 为什么这个斗饼也在 这个钱也在了 用这个使用钱去骗 去买这个斗饼 这不可能的了 明币三百万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16年8月9日 侦查员发现 这伙人全部聚集到了 爱航家里 半个多小时后 他们又分开活动了 他们前期我们掌握了 几辆车子 也来到这个地方了 他有一部分人 直接在某龙的这个街上 等着 然后几个人就到边境 边境先去了 侦查员悄悄地在沿途不空 观察这伙人 是否有进一步的动向 果然 他们接下来的动向 很不寻常 看似就像探路一样 其实摩托车 反复在南条路上看 然后几个人 在那经常在那旁边 一个在这一趟边 活摸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 可能毒品要出来了 我这边不便宜 跟着他紧张 我不方便跟进来 你注意观察 注意观察 侦查员发现 嫌疑人分别乘坐 一辆轿车和一辆摩托车 往边境驶去 为了避免暴露 他们没有继续跟踪 在确定嫌疑人 已经悄悄到达了 边境线附近后 警方认为 他们进行毒品交易的 可能性非常大 收网时机越来越近了 当时也看上了路线 把他所能经过的路口 我们全部都派人 都设服了 那我们到时候 这种精力分配呢 我们总共分配 分为五个座 你看到车子下来以后 你就往这边 从后面压 我们从外面引着进来 在分配好蹲守位置后 警方就开始耐心的等待 一直到晚上八点多钟 嫌疑人开着一辆轿车 和一辆摩托车 先后出现在回来的路上 而且速度很快 随即警方的观察哨 发现了那辆摩托车 与离开时的不同之处 观察哨已发现 前面摩托车上去的时候 后面是没拉东西的 但是下来的时候 就多了两个包 多了两个送金包了 在这种摩托车上 警方判断 此时毒品交易 应该已经完成 他们立即出击 在路上将嫌疑车辆截停 控制住嫌疑人 当侦察员 将前面那辆轿车截停检查后 发现了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 他的车后备箱里面 有两个大包 包里面全部都是钱 厚厚的 就塞得很古的那种 目测估计有个三四百万 当时我们就很怀疑 这个是不是就是 毒品交易用的现金 通常毒品交易的方式 应该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如果钱还在 难道他们根本 没有进行交易吗 而在对那辆摩托车 进行检查时 警方却发现了两大包毒品 当时 这查后的全部都是冰毒 其中一个包里面是 18块 另外一个包里面是 19块 总共37块 可是这个情况 让现场的侦察员 更是不解了 这不符合常理 当时我们也是 感到很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毒品也在 这个钱也在了吗 因为按照这种交易惯例 你这个必须要是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然后你这个钱和货 是不可能出现在 同一个时间的地点的 现场被抓获的 三个嫌疑人中 就有那个癌夯 面对警方的询问 他起初是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随后 他交代境外的毒贩子 就在后面 他们准备回到境内 再给毒贩子交钱 随后警方开始抓捕 其余的六个嫌疑人 但是这伙人应该是 早已经有了暗号 就在警方抓获三人的时候 其余人发觉情况不对 已经逃走了 但是那几个人 全部都不在家 都全部跑到境外去了 警察把这三个人 带回警红市公安边防大队 同时对毒品进行了称重 后来称量 进重大概是 21分钟左右 而对那两大包赃款 进行清点时 警察发现 这些根本不是真钱 而是明币 他当时是怎么 怎么伪装的呢 他上下两面 各放了一张针 针的人民币 就说完全就是 从表面上看 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当时他们 为什么也选择 晚上交易呢 就是利用光线昏暗 可以蒙骗过 今晚的毒贩 当时我们审讯的时候 他们说跟对方交易的是 350万 他们得了350万的现金 这些明币的出现 也验证了当初警方的推断 这伙人居然真的想用明币 跟境外的毒贩子进行交易 此时面对警方的审讯 癌夯才说出了实情 他们说 叫我用这个死人钱 他们去买 他们说去搞 他们准备捆一捆的 他说欺骗过来 叫我欺骗 他们拿去卖 原来这伙人因为吸毒 经济上都很困难 于是想到了乙饭养溪 准备去境外购买一批毒品 在当地销售 从中盈利 可是他们没有购买 毒品的资金 而那个叫阿物的嫌疑人 在2013年 曾经想用明币骗毒品 这一次 他又想到了这个点子 他就提起是 再次用这个明币 去骗购一批毒品 然后从中 莫取暴力了 随后 他们几个人就开始分工 准备用明币买毒品 然后他就安排分工 联系毒品的 是哪个 然后到时候 接获的是哪个 准备明币的是哪个 他们全部把工分好以后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然后就联系毒品 8月9日当天 他们与境外的毒贩子 联系后 相约在边境县附近 进行交易 其实 此时的他们 已经想好了 另一套计划 他们说是 用那个针针在上面 摆在两张 如果要 要买那个 如果怕他们不相信 就叫我捞一处 那个针的去 给他们去买东西 他们是这样说的 让我用这个死人钱 去骗 去买这个毒品 是不可能的嘛 那个明币 它夹的那个 防针度太差了 所以说他们也怕露线 所以当时他们考虑的 就是准备黑车 他们就准备 东西只要一上去 马上就走 于是 当天 癌夯和另外两个人 去交易的时候 一拿到毒品 就立即驾车 往境内跑 当时境外的毒贩子 发现情况不对 在后面追赶 但是 很快 癌夯三人 就被警方抓获 追赶他们的毒贩子 远远看到情况不对 就转身 逃回了境外 等于说 你在整个过程中 你就负责一个 他们跟那个 被捕红筋了 入境的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是是是 这样的情况 侦察员桥庄改办 快递公司内 抓捕阿乌 手机里发现 嫌疑人行踪 明币三百万 今日说法 继续播出 至此 这个团伙试图用 明币骗毒品的事实 已经确定了 毒品和明币也被查获 可是团伙中的 其余六个人 已经闻风而逃了 尤其是主犯阿乌 更是不知去向 警方能向他们 全部抓获归案吗 经过进一步侦查 警方确定 阿乌等人已经逃到境外 此时 他们也知道 打算用明币 骗毒品的事情 败露了 三个同伙被抓 如果他们一直 躲在境外的话 抓捕难度将非常大 阿乌这个人 也就是其中一个 在头的主要一个 犯罪行李人 因为这个人 许多东西都是 他正在导演的 就是他正在策划的 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人很关键 怎样才能尽快 将他们抓获归案呢 在进行了一番分析后 警方发现了 一个时机可以利用 警方推断 开门节前后 这几个嫌疑人 很可能会回来 于是 在十月初 加紧了对他们行踪的侦查 考虑到 如果不能一次性 全部抓获 再让他们逃走 那抓捕的难度 将会更大 尤其是主要嫌疑人 阿乌 必须一次抓捕成功 通过前期侦查 警方终于找到了 一个机会 那天侦查发现了 他有一个包裹 在东风 东风街上 我们就利用 这个机会 我们就说 趁他出来 起包裹的时候 我们实施抓捕 侦查员提前赶到物流公司 之后打电话给阿乌 让他去领包裹 请问一下是阿乌吗 诶 等一点 好的 就是因为你这个是 带受780块的包裹 等下你带你的身份证 过来取一下这个包裹 身份证要带过来 17号到了 你今天有时间过来拿 好好 过来这个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他就他就真的是在快递公司出现 阿乌怎么也没想到 他一进快递公司 就被早已等候的警察抓了个正着 还有两个嫌疑人此前离开村子 到了景洪市区活动 而且他们两人到处游走 一度从侦查员的事件中消失了 可是村子里的抓捕行动 很快就要开始了 如果走漏了风声就麻烦了 因为我们担心如果这个抓捕这个 风声一走出去的话 其他人又逃跑了 所以当时我们也计划好 就是一旦动手上分组 同时抓同时抓捕 此时警察突然想到了一个 可能找到那两个嫌疑人的方法 前面抓捕的那个犯罪行动的电话 打开一个 我说看看他们朋友圈里面 近期在聊些什么 看看能不能看出他在什么位置 哎 果不其然那天晚上 他们就有一个视频 说是在外面吃烧烤 南山高这个大桥 抓捕在那个星条下面 抓捕星条交通下面 他们这个应该是在烧烤 这个就是在烧烤 警方确认了那两个嫌疑人 发布视频的位置 立即驱车赶往附近查找 在夜色中他们通过比对 终于发现了嫌疑人 果然气 就发现有一批 有一伙人在来搞烧烤 在来喝酒 随后这两个人又转移到一个酒吧 警方跟踪观察 等待抓捕命令 在阿物被抓的同时 几路抓捕组 同时开始行动 村子里的另外几人也被抓获 至此这个贩毒团伙的所有成员 全部落网 而他们为了发财 想用明币买毒品的疯狂行径 也彻底搁浅了 所以说他们是这个计划是很周详 而且也很疯狂 很大胆 对于自己疯狂的举动 此时在看守所里的几个人 都后悔不已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尚老师您看这个团伙为了搞到毒品 竟然想到用明币去骗境外的这个毒贩子 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觉得 像这种情况我们在司法事件中也出现过 比如说之前的有这个抢劫交易中的毒贩 或者是拿这个白糖面粉 当做毒品来进行交易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拿明币来进行交易的 还确实很少 不过我们从这个犯毒 毒品犯罪追逐暴力的这个特征来看的话 不足为奇 毒品犯罪一般是追求高额利润为唯一目的 那么对于这个毒贩来说 毒品获益的这个丰厚性和处罚的严厉性 比例较大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道德感会降低 靠这种黑吃黑的方式来铤而走血 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团伙里的这几个年轻人都是吸毒人员 他吸着吸着没钱了 他就要去贩毒 他为了以贩养吸 那这是不是也提醒我们 就是说在打击毒品犯罪的同时 对于这种吸毒人员的管控 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这类吸毒人员的防控的话 我们讲除了这个斩断毒员 以及这个法律的这个及时程序之外 那么我们更多要强调这个社会综合的防控 我觉得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点 运用一切手段在社区学校 来开展这种青少年的这种剧毒 或者抗毒这种教育 使青少年在心里产生这种 对毒品的抵抗 然后第二个我们认为 我认为应该做到这个 在控制青少年吸毒一些重要场所 比如说我们讲的KTV 还有宾馆 这些地方我们要实行 全天候的这种监控 然后不让在这里滋生 这个毒品吸毒的这种土壤 那么第三点 吸毒人员再吸毒的比例比较高 那么对于吸毒人员 这个康复之后 那么我们要 对他要加强监控 我们国家公安部门也建立了 这个相应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对他的这个 行击或收入进行一个监控 那么一旦发现异常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公安机关可以提前介入 可以有效的 针对性的 对此类犯对进行预防 我们经常说 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必须警钟长鸣 今天的节目当中 嫌疑人为了毒品 居然想到了使用明币 可是结果呢 这些明币不但没花出去 还似乎成了 他们为自己准备的祭品 这个结局虽然有些黑色幽默 但他却实实在在的 再一次证明 吸毒贩毒 害人害己 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邵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中和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